纵观历史 帝王里能称得上千古一帝的没几个 但其中必然有汉武帝 然而历代对汉武帝却是争议颇大 后世评价当中 开疆拓土的是汉武帝 穷兵独武也是汉武帝 重用人才是汉武帝 猜忌功臣也是汉武帝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是汉武帝 让百姓过不下去日子的也是汉武帝 汉武帝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看汉武帝有哪些功绩 开疆拓土 汉武帝指挥大汉将士 被迫匈奴直抵阴山 灭南越 敏越 冬越 朝鲜 降服车师 楼兰 大腕 西枪 西南移 汉武帝在位时 共开拓疆土面积198万平方公里 西汉将域使得中国千万年皆实其力 奠定了此后中国将域的基础 汉武帝通过多次征战宣扬了大汉国威 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呐喊 至今仍在回响 汉武帝派张迁出使西域 达通与西域各国的交往通道 后世的东西方交流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强化中央集权 如何强化 汉武帝第一步就是解决高祖刘邦的遗留问题 刘邦建国之初 奉了很多异姓诸侯王 当时也是没办法 江上不中 怎么能让将士拼命 但是后来异姓诸侯王不断叛乱 估计都在想 江山是咱们一起打下来的 我觉得我也能做皇帝 经过多年评判 刘邦铲除了异姓诸侯王 又封了老刘家的兄弟子侄 为诸侯王镇守地方 就这样 异姓王国变成了同姓王国 但是麻烦就少了吗 并没有 因为这样一来 大汉皇帝就成了诸侯总盟主 相当于周天子 但是因为各诸侯国管辖的区域大 有兵又有钱 很容易不听话 后来还爆发七国之乱 怎么办 削弱诸侯国 经过文景两位帝王的修养生息 积蓄实力 到了汉武帝时期 有了底气 于是开始实施推恩令 什么叫推恩令 简单来说 以前只有诸侯的嫡长子 可以继承所有封地 现在其他儿子也有份 咱分家产 这样一来 强大的诸侯国就被分为了若干份 经过两三代 封国就小到掀不起风浪了 而且刘家的人还都挺能生 比如汉武帝的哥哥 和坚王刘德 有17个儿子 除了长子之外 汉武帝还分封了刘德 另外11个儿子 和坚国秒变12个封国 汉武帝的另一个哥哥 中山晋王刘胜 有120多个儿子 得到封地的就有20多个 就这样一代代分封下来 势力和封地都越来越小 最终中山晋王的一个后代 沦落到卖草鞋为生 不过这个人后来名满天下 他的名字就叫刘备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 不只是推恩令这一招 还有盐铁官营 铸造五诸钱等等 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有了银子 汉武帝的连年征战才有底气 霸储百家 独尊儒术 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 在当时看来是独尊儒术 相当于统一了思想 对大一统和整个汉代的发展 都是有利的 而且从此之后 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 独领风骚 2000多年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但是独尊儒术也限制了 多元文化的发展 长远来看 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 汉武帝的功绩 咱们先说到这 接下来 说说汉武帝那些被历史上评出的过 穷兵独武 打仗需要人 需要银子 汉武帝良年征战 更是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和银子 这样就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 汉武帝晚期 各地百姓不堪重负 爆发了农民起义 晚年的汉武帝很迷信 耳根子还很软听信察言 最典型的就是太子刘具 污谷案 或许并为清去世之后 太子刘具失去强大外加的庇护 再加上一些政敌 唯恐太子登基对自己不利 于是诬陷太子 以污谷之术诅咒汉武帝 最后导致太子刘具 皇后为子夫自杀而死 成年太子惨遭诬陷自杀身亡 对整个大汉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后来汉武帝在临终前 立年仅七岁的刘富林为心底 也导致了日后几十年不断的权力斗争 所以汉武帝在之后的史书当中 评价都很复杂 司马迁说 汉武帝连年征战 搞得民生凋敝 班固说汉武帝雄才大略 司马光认为 汉武帝穷奢极欲 穷兵独武 享乐无度 劳民伤财 天下人民苦不堪言 和秦始皇相比无二 哎 一下批评了列哈千古皇帝 那么千秋功过是与非 只留待后人凭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 汉武帝功过相比还是功大于过 是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 您觉得怎样呢 评论区我们交流起来 我是陈坤 一起聊历史 品文化